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Discovery为王一博单开一部纪录片,这小说男主角般的人生。 王一博八个月极限行程,作品票房热度双丰收,时尚杂志销量高,代言活动不断,赛车成绩优异,资源回报率惊人。 成为官方侵选免检艺人,人生大男主的真实写照。 戏属王一博24年八个月极限行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大男主。 一部电视剧《追风者爱奇艺热度破万》,今年唯一公开在线人数的破万剧,央巴收视年纪。 一部电影《维和防暴队票房破5亿5亿档票房冠军》,是2024年除春节档外所有电影里为二首日票房破亿的电影。 王一博一人拯救了这部在ICU躺了三年的电影。 一部纪录片《寻护者刷新历史最高热度》,一部Discovery团队打造的纪录片《探索新境831》即将播出。 四个舞台,两个播放量破亿,湖南卫视和央视双跨年舞台,这就是街舞。 六总决赛,乐华演唱会,三本一线时尚杂志,达成五大女刊准满,四次限量秒切。 内娱时尚杂志销量榜无法撼动的高山。 内外宣常驻门面,奥运火炬传递简国旗轰动巴黎,奥运会资格赛推广大使,三首红歌,跃动上海奥运会资格赛上海主题曲,龙腾人民日报出品奥运会驻威区,天高海阔国家体育总局出品的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主题曲。 三场代言品牌见面会加三场直播首映里,追风者,维和,寻护者。 四次法国行,三月空降Lacoste全球品牌代言人,成为唯一横跨湘奈尔·Chanel和LVMH两大时尚集团的亚洲艺人,并赴巴黎看两大品牌的大秀。 六月受Lacoste邀请观看法网决赛,六月空降Lowy罗一威全球品牌代言人再度复法看秀,七月受邀担任巴黎奥运会火炬,并传递主城区压轴最后一棒。 跑了两次专业赛车,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 除此之外,作为顶流新代言和续约代言数不胜数。 王一博这短短八个月的行程,简直就是大写的人生大男主的真实写照。 原来人真的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即将上线的户外探险纪录片探索新境,录制刚结束不久就能迅速剪辑过审上线,不愧是官方侵选免检艺人王一博。 当大多数艺人还在寻求平台捆绑利益的时候,王一博已经自已随心地吃承载,等主流平台,并顺手打破几个平台记录。 这资源回报率太惊人了,怪部的项目PPT上全都写着你邀王一博。 看探索新境的节目简介,仿佛是Discovery送给王一博的人生礼物,六个极限目的地六位环球探索家,见证他进一步拓宽人生境界挖掘自身潜能。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做自己的人生大男主都没差。 王一博多赛道出圈,纪录片探索秘境上线。 2024年的王一博,全面开花,开创了多个赛道,基本上没有设防。 开年的小众赛道就这么让王一博闯了进来,龙图表情包打开了我们的笑点开始,就知道这一年的王一博,风格大改变。 我们把镜头对准大荧幕,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维和防暴队》在五一档期中一马当先,勇夺票房冠军,展现了他在大荧幕上的非凡魅力和演技实力。 接着,让我们转到小盈平。 他主演的电视剧《追风者》不仅在央视八套播出,而且收视率高居寄军,成为爱奇艺上半年唯一破万的剧集,这是对他演技的认可,更是对他人气,观众员的一次大换血,向着全民偶像迈进。 而在公益领域,王一博同样不遗余力。 他参与的纪录片《寻护者》从平台到海外冲上热榜,得到了全球的关注,这是对他个人影响力的肯定,更是对他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在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六》中,王一博作为嘉宾出席,他的舞台让总决赛的舞台熠熠升辉,成为观众心中的亮点,再度让人见识到了王一博在街舞圈的地位到底有多重要。 作为奥运会火炬手,王一博弯腰捡起国旗的那一刻,不仅是对国家荣誉的捍卫,更是对个人信仰的坚守,这一幕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瞬间。 在音乐领域,王一博的三首《红歌跃动上海龙腾天高海阔》为国家乃至世界体育盛世注入了活力,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另一面才华。 在时尚界,王一博以其独特的时尚触觉和优雅气质,成为了各大杂志封面的常客,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惊艳,每一次造型都让人赞叹。 在国际舞台上,王一博的身影同样闪耀。 他在巴黎时装周上的亮相,不仅展现了中国明星的风采,更是将东方美学带向了世界。 在商业代言方面,王一博手握双奢品牌代言,这不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认可,更是对他商业价值的肯定。 在影视制作上,王一博不仅完成了一部电影人鱼的拍摄,还参与了纪录片Discovery探索秘境的制作,这部纪录片即将在8月31日播出,相信又会是一次视觉和心灵的盛宴。 这位全面发展的全能艺人,他的每一次努力都在为自己的梦想添砖加瓦,形成密密麻麻,他的成绩单同样密密麻麻,但无需多言,因为王一博的闪耀,已经照亮了每一个角落。 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